宏基董事长陈俊胜 24日在系纸总部 一手拿能量饮料Predator Shop 一手握住一瓶百元的Vita Beauty 胶原蛋白饮 变换姿势给电视台记者拍摄 7月这两款产品将在全台开卖 陈俊胜透露这是他第三任董事长宏基转型3.0计划 这群40到50岁大男人卖其养烟提升饮料 要如何把中年的宏基大变身 改造为生活品牌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6月25号 王玉伦所撰写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红基为什么要做饮料卖按摩椅 陈俊胜因为亚太金河会议延误而晚到 匆匆进入记者会现场开场 立刻抢先自问记者可能会问的问题 红基不是在发表新产品 而是在做一个lifestyle brand 不管卖软体硬体我们思考的是能给消费者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也推出鞋背包超好用的 红基从经营电竞品牌Protector分析试调结果发现 有一群爱喝能量饮料的族群跟红基的电机目标族群完全重叠 由于红基过去就跟全球最大厂Red Bull长期在会展合作 对提升饮料并不陌生 这给了红基团队无比信心 近期他们就成立了红基饮料部门 专行经营这块生意 我们是闹着玩的吗? 陈俊胜面对记者不断质问 是不是试水温? 为什么不联名就好? 他似乎了解大家的疑惑 自破红基的动机跟想法 当然是为了要呈现一个生活品牌样貌 红基不是PC品牌 他会出一集想打破44年来 台湾市场对Acer品牌的直觉 6年前红基非PC业务营收占比6%-7% 到去年红基非PC营收已经倍增至15% 这些产品毛利贡献17%-18% 陈俊胜2014年到RUN 在此之前 红基是PC品牌 是产品的品牌 有很高的知名度 但没有很高的价值 Acer全店最低价 这是他2014年刚到红基时 红基给市场的第一印象 那时红基并不是生活风格品牌 而他想扭转这个形象 这是最难的 陈俊胜说 所以他先找分PC最相近的领域做 所以电竞周边先被发展起来 再扩张到饮品市场 我们谈的是目标客群生活品牌 而不是谈哪一台PC 陈俊胜说 PC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 如果一直停留在这里 品牌的价值会不一样 他的任务是拉高品牌价值 让红基成为有高知名度又有高价值的品牌 这种概念经营在国外很普遍 但在台湾相对很新 但我们知道红基提神饮料 这几个字摆在一起 对台湾民众而言就是有那么一点怪 所以他选择从Protator做起 能量饮叫Protator Sharp 我有信心我从Protator开始 不是从Acer开始 这样才合理 把护盐叶黄素加入含牛黄酸 B群以及咖啡因的能量饮中 成为红基可以经营的创举 这也成为红基要打造第一支电竞能量饮料 我们是要卖电竞玩家 不是要卖给卡车司机 这是他决定不跟市场主流能量饮料 联名操作的主因 但他也知道这是个全新的尝试 会不会成功 他不知道 而另一个含5000毫克加拿大鱼类胶原蛋白的瓶装饮料Vita Beauty 瓶身上除了产品成分资讯 背后也印上红基公司字样 但不明显 消费者会买单吗? 我们发现电竞男生喝能量饮 女生爱胶原蛋白 满足了男女不同TA的需求 红基内部也发起活动 要女员工联合8周做肤质检测记录比较 饮料市场毛利高 但行销开支很大 深知市场规模不够就难以破例 为了操作能量饮跟胶原蛋白饮上市 红基饮料部门除了主事者来自PC部门 其余员工全外找 有的擅长拍影片 有的行销操作 令其发布影片成为新团队最重要的事 陈俊胜表示 不能用相同的一批人做很多事情 必须找不同的人负责 每种生意都有不同做法 团队必须自己优化 具备自主性 打造红基成为生活品牌 拉抬品牌价值 这会是陈俊胜第三任任期的终极任务吗? 陈俊胜透露 8月10将提报董事会规划 定案后才会对外宣布 现在暂时不定调 他解释他第一个三年任期 他的策略是用电竞 把红基的品牌价值撑起来 脱离最低价 刻板印象 而指标就是毛利率 第二个三年任期 则建立了双重引擎 目标打造上市舰队 这三年一堆小金鸡陆续孵化 安基、斩基、红基智联 以及红基资服等一连串事业体 已经获证排队准备着 红基集团高峰时期有11个上市贵公司 我来时只剩一个 手拿着胶原蛋白影 不断配合媒体摄影要求变换姿势 陈俊胜准备的隐藏版新品正式亮相 目前一项一项的能量影 与美颜影 正在食品加工厂输送带上运转 日备送到卖场跟电商仓库中 不断抓紧每一个细小的微趋式不放 陈俊胜领军的第七年 他说这才是未来型的公司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焦点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拜拜